张晨光 1956年4月3日 生于台湾省高雄市岗山区 他的出道经历十分顺畅也很幸运 23岁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天涯是子晴》 于著名演员珍秀珍、老熊、黄仲坤同彩演出 时隔两年开始走红 与寇世勋一起主演一简梅 之后与独卫大腕导演有过合作 其中有赵宝根、有小刚、拉水清、林天义等 早期作品如《情义无价》一简梅 《太阳雨》、《梦断江南》 近代传奇大剧《那年花开月正元》中饰演吴维文 张晨光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因与前妻性格不合而分手 前妻也是知名女艺人 甄秀珍、陈美凤等演员到盛陶沙拍电视剧 小姐与流氓 在一家酒店吃饭时 遇到了现在的太太 妻子鲜美慧小她两岁 两人婚后育有两子 张晨光目前片酬超过40万人民币 约海币200万一集 在大陆已践深大万集 晨光的表演内敛而沉稳 有着成熟版高富帅的气质 他是指尖仍然活跃在电视剧已显的当红老演员 表演露火纯青 简直叫歌书级别的 孙力很佩服孙敬的演员 mientras看什么 盒子英雄 是吗 如果 dish一切都倒变了